Yo 我是好華玉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蘋果的東西 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台 iPhone 14 Pro 那這台不是我的 這台是我媽的 因為我媽的手機早上甩壞了 這裡 螢幕這邊大家可以看到直接 一條線直接 螢幕直接壞掉 那其實我覺得這台 它這台本來就應該換了 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一 很久很久以前的手機了 所以電子健康度也很差 然後很容易沒電 然後很容易發燙 然後拍照也不好看 然後跑的也又慢 所以本來早就該換 所以今天早上它一摔掉 早上10點摔 現在時間下午2點 我們已經把手機買好了 新手機iPhone 14 Pro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這次買的顏色是紫色 包裝盒裡面有一個蘋果貼紙 然後一個退卡針 然後 還有一條還是Lightning的線 對 過時的產品 好 這台手機 我們來直接開箱吧 我覺得紫色真的是 蠻好看的 然後它鏡頭怎麼那麼凸啊 好 現在來看 給大家看一下設定畫面 OK 我們要揪手機 你只要放到它旁邊 它就直接有感應到 繼續 兩台手機應該就在連線 好 驗證一下 蠻快的 很快就好 只要少到就可以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這兩個的差別 這裡是瀏海 然後這邊現在變成 有點 藥丸 B群的 B群的 瀏海 對 喔 這個好看不好看 哪個比較醜 我覺得見仁見智 我自己看瀏海還是看比較習慣 所以覺得 藥丸也沒有好看到 我覺得比較有更新進步的地方 就是它現在這個隨顯螢幕 當你關機的時候 它不會就是像以前的手機是全黑 它會是亮 像這樣子暗暗的 然後省電 但你還是可以看到通知什麼的 但是你點它 它就會 被喚醒 就這樣 對 所以 這個是好像 感覺是比較方便的地方 那再來 的話 就是 它的上面這個 是有一些功能 我看官網說它是可以到一百二十赫茲的更新率 好像它其實不是隨時都是一百二十赫茲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跟 我的手機的比較 我的手機是最高支援六十赫茲 然後感覺其實 好像沒什麼差 缺點的話就是它真的太 它真的太重了 這台手機比 之前的手機重很多 所以 我媽覺得它 不太習慣 相機的部分應該是 很強 不過這個大家可以去看更專業的評測影片 好 那就這樣 這就是iPhone14 Pro的開箱 掰掰